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台湾三大高山超马之一的第五届南橫超级马拉松赛 3月7号清晨无点正在海端江的布隆文物馆开跑 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564名超跑好手 在台20线美丽的南橫公路挑战自我的极限 首届南橫超级马拉松赛在2011年创办 第一年只有数百人参加 但随着南橫美景及竞赛者的口味相传 去年新增了108公里的108位好手参加 今年108公里组更突破了325人参与 几乎是第一年报名参赛的总人数 可见南橫超马已成为各地好手挑战自我的热门赛事 当天星辰四点起天空下起的毛毛的细雨 但随着五点起跑枪响 78公里组以上超过千人的人龙浩浩浩荡荡地往沿着星吾里西辟见的南橫公路前进 在昏暗的夜色中有云南装扮的各个山头 在部落点点的灯光中宛如泡沫般的飘逸景致 让这群泳脚建制到南橫脱俗的美 好玩南橫赞大家都来 你第几次 我第三次 第三次了 这个跑这场比赛 助人自助 帮助自己身体健康 助人因为南橫断掉了 这边的居民希望大家来这边跑步多多消费 在经过南橫最美丽的立大部落 和金字塔形的摩天寇 荣物照顶 甚至在立岩附近还下起的点点雾鱼 让人犹如自身苍茫的感受 但是在168K以后 迷雾中透出了点点的蓝天 转过山侧 美得让人惊声大叫的云海就在眼前 好漂亮 对啊 这正是一趟漫步在云端的云海超马之旅 它的美让人不得不放慢脚步 但是它的闲机男 也让妮非漫步前行不可 宣扬环境教育实际走入自然生态 成效或许可能比在室内听演讲 看影片来得好 因为可以让参与者实际感受 并且透过思考 了解问题 提出看法 得到的反应可以更深植内心 优质概念灵受伤的环境教育很不一样 跳脱出传统单纯上课 看生态影片的教育 强调应该走出教室 透过DIY的方式 把体验感带给民众 因为他们认为 亲自体验生态才是生态教育的重点 也才能够让民众真正了解生态 以驱除福寿罗为例 让孩子直接下田体验 看田中福寿罗的生长情形 竟然让他们去思考 如何消灭这个外来种 想到之后付出行动 自己制作陷阱 抓取福寿罗 在这过程中 孩子也知道福寿罗是个会对 台湾生态造成影响的外来种 而且不只是了解问题 还会想要解决问题 学员透过这种环境教育课程 获得生态的体验感 在体验的过程中 将体验者心中 关心土地的动机激发出来